明永历十五年3月23日 一支由300艘战舰 承载着12600名士兵的民军舰队 自金门的廖罗湾出发 舰指台湾入尔门外海 航行途中因为海上风浪凶猛 暴雨不绝 舰队不得不再澎湖长期驻流 直至冰凉几乎告庆 热烈的天气都没有结束的意思 面对这样的窘境 这支舰队的主人 决定于当月三十夜间再次起航 并说道 冰尖可渡天意有在 天意若赴我平顶台湾 今晚开架后自然风田浪净 不然官兵岂堪作困断倒受恶也 当晚一根舰队冒着风浪暴雨 再次起锚开拔 三根后天空中云收雨散 海面上风平浪净 舰队渡过难关 继续朝台湾驶去 因为史料缺乏 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准确了解到 这支舰队的主人此时的心境如何 但对于他的姓名和生平 还是留下了可曾丰富的记载 他本名正分 1645年左右 他获自明朝国姓 朱 名字也改为成功 被百姓称为国姓爷 1655年 他受分年平王 这个爵位伴随了他之后的全部人生 他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郑成功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建议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日子 正好是公历的2月1日 今年的春节特别篇 我们讲郑成功收复台湾 说起郑成功 就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 郑之龙 明万历32年 郑之龙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镇 他早年曾带着两个兄弟 投奔在澳门的舅舅皇城 跟随其学习经商 天青年级的澳门 虽然依旧处于中国广东省的管辖之下 但因为1557年时 葡萄牙人帮助明朝 剿灭盗贼 而获得了在此地居住的权利 澳门逐渐发展成了葡萄牙人 在广东沿海的贸易据点 并有很多中国人参与其中 郑之龙的舅父皇成 就是其中之一 郑之龙到达澳门后 也理所当然地参与进来 成为了一名公使 其职能 类似于今天的翻译 郑之龙之后的经历 虽然在细节上众说纷纭 但结果却比较一致 那就是郑之龙最终决定前往日本 并在那里获得了事业上的巨大发展 根据江日生的台湾外记记载 天启三年 郑之龙被舅舅派往日本 在那里 结识了在西方传教士眼中的 在日华人的领袖 大海商李旦 并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 有重用 两人后来一起创办了 效果文化 有些说法认为 郑之龙在日本期间 还结识了另一位重要人物 那就是后来经营台湾 被西方传教士称为 在台湾的华人领袖 开台王严思齐 相比这些略像模糊的记载 有一件事情是十分清晰的 那便是郑之龙到达日本不久后 便与一名叫田川松的女子成婚 并与次年 即天启四年 诞下一名男婴 母亲给她取名为福松 她就是后来的郑成功 虽然喜获灵儿 但此时的郑之龙 并没有沉溺于儿女情长 而是继续自己的事业 在李戴和颜思齐相继去世后 因为7月2日的亲密关系 郑之龙接受了他们的大部分势力 并经过数年经营 成为了东南沿海首屈一指的海商集团 崇祯元年 郑之龙接受了福建巡抚 雄文灿的赵安 成为了明廷麾下的海芳游击 在两年后的崇祯三年 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郑之龙 将远在日本的福松 接回了中国 并将其取名为郑森 郑之龙虽然半身漂泊 却和很多中国父亲一样 希望郑森能靠去公民 光耀门眉 于是便将其安置在安海 学习文化知识 郑森15岁那年 他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了南沿的深远 并最终于21岁那年 进入南京国子监学习 那一年 正好是崇祯17年 也就是公元1644年 这一年 中华大地上的形势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3月19凌晨 由李自成领导的大帅农民军攻破北京城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 明司宗朱有俭在锦山自役 延续276年的明王朝 宣告灭亡 明朝灭亡后 福王朱有松 于当年5月在南京称帝 视为南明洪光政权 打下北京城的李自成 也没能在北京待多久 因为他严重低估了 已经在辽东地区隔去多年的满清集团 最终在一片时 遭到了已经投降清朝的吴三桂 与清津多尔滚步的甲击 而损失惨重 最终不得不退出北京 清津则入关南下 开启了征服全中国的血腥争征途 面对北方形势的剧烈变化 宏光政权的统治阶级 既天真的认为 是吴三桂利用清津剿灭了李自成 就连德高望重的骨功之臣 施科法 也做起了列如平寇 和满清平分天下的白日梦 宏光朝廷中 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 但因为他们大多 官卑知晓 朝廷并没有重视他们的意见 宏光政权的美梦 只做了不到一年 就结束了 一片实质战后 清津在招想了大量 像吴三桂那样的明军救部后 势力迅速扩张 很快就将农民军 拿到土奔瓦解 原本归降 大帅的各地方势力 也迅速转头满清 令农民军的力量大受打击 大帅永长二年 四月中旬 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 遭遇地主武装的刑袭 传奇般的农民起义领袖 允命于此 李自成死后 清津迅速南下 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了南明 因为宏光政权 内部矛盾重重 因此清津一来 不少明军将领望风而响 那些坚持抵抗的将领 要么被叛将诱杀 要么在叛军和清津的夹击下 不屈而死 还有一些 在看到前方战士无可挽回后 便率军难撤 远离这是非之地 宏光元年4月25日 扬州城被攻破 名城石刻法 兵败被俘 英勇就义 5月初八 清津渡过长江 并于次日攻克镇江 镇成功的叔父 南明镇江总兵 镇洪魁 从海陆南撤 5月14 清津已知底 南京城下 碍于史料 今天的我们对于 镇成功离开南京 回到福建的细节 不善寥寥 但他无疑成为了 从清津的铁蹄下 逃出升天的幸运儿之意 镇洪魁 撤至杭州时 遇到了唐王 朱玉剑 他看朱玉剑 颇有气度 便有了将其 游离为军的打算 此去也获得了 镇之龙的认可 同年 6月初六 镇之龙将唐王 引入福州官雅 6月27 在镇之龙的支持下 唐王进皇帝位 改缘龙武 龙武帝 即位后的一天 镇之龙领着镇森 来拜见龙武帝 龙武帝 见镇森仪表不凡 顿身喜爱之情 他向镇森 选为天下大使 见镇森对大如流 其言颇有见底 更是喜不自胜 说道 恨无异女佩卿 卿为尽忠无家 无相忘 龙武帝对镇森的喜爱 不止停留在口头上 他任命其为 御林军都督 一同驸马都尉 并赐国姓朱 自名陈公 民间俗称国姓爷 和镇陈公这个名字 也由此诞生 虽然龙武帝的人品与能力 在南明帝王中 已属上乘 但龙武政权 相比鸿光政权 不仅内部矛盾更加尖锐 外部环境 也愈发恶劣 在政权内部 龙武帝和镇之龙 就是否立刻北伐的问题 而剑拔弩张 在政权外部 被江南势身用力的 鲁坚国政权 为争夺政统 而与龙武政权 施同水火 以至于互相攻伐 白白浪费了 因清军 在江南地区实行 提发令 而激起各地 吸引一轮抗清斗争的 大好时机 龙武二年 清军在攻灭 鲁坚国政权后 进兵附建 当年八月 龙武帝 被清军杀了听者 龙武帝死后 清军派人招降郑之龙 此事件 大势已去的郑之龙 随即宣布 前往福州 归向清廷 郑成功既不愿意父亲 成为二臣 也深知清廷 谢莫杀侣的本性 虽苦劝郑之龙 坚持抗清 但郑之龙不为所动 最终还是郑成功的叔父 郑洪奎 在秘密拨付给 郑成功一支军队后 嘱咐他前往金门 郑成功随留书一分 踏上了前往金门的路途 这封书信 就是著名的 郑氏报复书 信中写道 从来赴教子以忠 为教子以二 竟无父不听而言 后尚有不测 而只有告诉而已 郑之龙于当年十一月 谢五百士族到福州接受招响 据说士族中还有外国雇佣兵 但清军似乎并不惧怕 这些看上去令人生畏的外国雇佣军 如郑成功所料 清军将领不落 背信其矣 在围杀了郑之龙的士族 和挟持了郑之龙后 并以北上面胜的名义 将其带往北京 11月30日 清军突袭安平 因为清军在安平大肆奸淫入掠 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 不堪其路 最终选择了自己 很快 父亲被劫 母亲遇害的消息 就传到了经文 听闻双亲的噩耗 郑成功悲痛语绝 他前往孔庙 在烧毁了自己的如府后 对孔子的牌位 启示道 喜为如子 敬为孤城 向被去留 各有作用 敬谢如府 为先师 赵建之 几日后 郑成功以招讨大将军 罪称国姓的名义 召集父亲救部 残民势力 和各路抗侵义军 在厦门 与金门两岛之间的 列宇 惠门起兵 踏上了反清复明 恢复中心的 曾城 永历十三年四月 经过数年的 浴血奋战 和惨淡经营 郑成功 与另一名抗清明臣 张晃炎 集结十万大军 从舟山出发 向清廷的南方重镇 南京进发 一再克服南京 北伐中原 一路上 郑军 在先后攻克刮州 郑江后 沿途州县 望风归附 很快就于当年七月初七 兵临南京城下 然而在兵为南京后 郑成功与郑军上下 却升起了 交兵清敌之行 并为派兵 占领周边地区 及军事要地 只以为清军 必会开城投降 而顿兵不前 让各地持员赶来的清军 却在慢慢集结 当月22日 城内清军 发动突袭 在击破 郑军前锋阵后 迅速出城驻扎 摆出一副 与郑军 正面交锋的态势 郑成功看到这一情况 下令全军 移住观音山 等待敌人的进攻 这成为了郑成功 在此一犯下的 又一个致命错误 23日凌晨 清军集结数万兵马 进攻观音山上的郑军 因为郑成功下令 没有军令 不可轻易出战 各阵之间 有一位相隔甚远 无法及时通信 造成郑军各阵 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之中 郑军左先锋阵 首当其冲 遭到了清军的进攻 郑成功在获悉情况后 虽然迅速派援 但中英救援不及 而导致左先锋阵溃败 左先锋阵的溃败 就如同多明诺骨牌一样 其他军阵 也先后因为独木难支 而陷入苦战 整个局势 已经朝着完全不利于 郑军的方向发展 就在郑军 陆战败局已定之际 清军水师纷纷出现 意图拦住 郑军撤退的归路 但好在 郑军水师 完备且战力不俗 不仅击退了 清军水师的进攻 还在收容了 大量郑军 败兵的情况下 成功冲出了 清军水师的包围 24日 郑军在镇江收容残兵 发现此役 不仅损失了 将近十万士兵 以中提督干辉为首的 一根重要将领 也战死沙场 9月初期 郑成功率军返回厦门 此年5月 清军几家数神水师 和其400余艘战舰 前来进攻 郑成功的根据地 惊吓两岛 此战虽然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 但仍然让郑成功 深感无力 实在 成功虽喜获大胜 忠苦弹丸之地 难以抗天下之兵 另外 因为清廷 使郑成功为心腹打患 由深恨严寒居民 出发于郑氏集团贸易 将内地所生产的 各种物资资源 不断地送往 惊吓 是其拥有了 与清军对阵的资本 于是在护科解释中 王启作 和众臣索额图的门客 防心坏的建议下 清廷开始实行 禁海令和迁海令 即通常所说的 迁界禁海 为了成功阻止郑氏集团 通过出海贸易的沿海居民 获得急需的各种物资 清廷决定将沿海居民 一律强迫迁往内地 并禁止其出海贸易 如有通贼侵犯者 则一律以谋逆罪论处 迁界禁海 导致物资不足 和南京兵败后 抗清形势转入低潮 令郑氏集团所命令的形势 愈驾艰难 于是经过一番思考 郑春公最终决定 将此时被和南人占据的台湾 作为新的据点 况且 这里本来就是 郑氏集团的罚家之地 台湾与大陆一亿带水 因为同属一个大陆架 历史上 曾因为兵器导致的海平面下降 而多次与华南地区陆地相连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 台湾与大陆的人员 往来和文化交流 甚至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根据考古结果 台湾地区 最早属于石器时代的 史前人类文化 长滨文化和往新文化 所出土的石器 都与大陆广西地区出土的 同时期石器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而台湾的大奔坑文化 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就是从大陆的沿海地区 传入的 两宋时期 因为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居民 迁入澎湖列岛生活 南宋朝廷将其纳路管理 隶属锦江管辖 而根据在台湾出土的 宋代钱币和瓷器等考古成果可知 至少此时 大陆与台湾之间 就存在贸易活动了 元代时 为了管理盆湖地区的居民 朝廷设立了盆湖巡检司 明朝初年 因为沿海沃寇作乱 朝廷将盆湖一带的居民 潜入内地生活 明朝中期 盆台地区 因为距离福建沿海较近 成为了海盗和沃寇 牵绕大陆的基地 因此 明朝方面的有势之势 建议出兵 驱逐盆台一带 盘据的海盗和沃寇 并派兵镇守 晚历25年 明亭社盆湖游击一指 负责盆湖地区的防卫 并规定 每当训期来临时 周边水师派战舰 赠源盆湖地区 以防备海盗和沃寇的入侵 因为有了军队的保卫 一些沿海居民 再次开始向盆湖 乃至台湾地区移民 据说在晚历末年 被惊人称为 开潭王的严思奇 带领移民进入台湾 并驻债已居 政府示范 分训所不更列 严思奇死后 郑志龙继承了严思奇的地位 并于1628年 接受招安后 向福建巡抚 雄文燦 建议将大陆地区 由旱灾而为积民的民众 送往台湾拓荒 并给每人发银三两 每三人配跟牛一头 以作为开拓台湾的资本 雄文燦也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 据说共有数万积民 由此进入台湾 而随着大批大陆移民 由官方组织 乘规模地进入台湾 台湾也从此 正式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 后来随着郑志龙的升迁 他回到大陆居住 台湾则逐渐被荷兰人所窃据 其实早在1624年 荷兰人就已经到达了台湾 但他们涉予郑志龙的力量 表示只是在此落脚 作为一个临时休息之处而已 而郑志龙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 允许了荷兰人居住在台湾岛 荷兰人还向郑志龙献上了权杖和王冠 以表示对郑志龙的服从 但随着郑志龙离开台湾 明朝也陷入了边境战争 和农民起义的泥潭后 荷兰殖民者 最暴露出了其本来面目 他们开始在台湾修建城堡 对在台湾的大陆移民 可以中水 还热衷挑唆 大陆移民 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并联合倾向于荷兰殖民者的原住民 一起镇压 不甘于忍受殖民统治的 压迫与暴震 郑志龙的旧部 台湾汉人领袖郭怀一 发动武装起义 据说此次起义 有超过一万六千人参加 虽然最终归于失败 但还是给荷兰殖民者 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沉重打击了 且殖民统治 起义失败后 荷兰殖民者一方面 引起汉人持有武器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减轻了 对汉人的压榨 一缓和与汉人之间的矛盾 此役之后 参与镇压此次起义的 荷兰殖民者福尔堡认为 对台湾的继续占领 随处都会遇到 许多迫切的危险 这些危险 不但来自十万以上的野蛮人 而且来自 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 如果说 郭怀一起义 极大的动摇了荷兰人 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那么郑成功的最终到来 则将其彻底的终结 下一期 我们将讲解 郑成功首付台湾的全过程 视频会在本周六 也计二月五日晚六点半更新 敬请期待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